今天是2022年元月25号 我们小区解封户的第二天 室外温度零下二度至零上二度 阴天 距离过年一个礼拜了 小区物业也已准备好了大红灯笼 国旗等 迎走年的氛围 今天是小区解封户第二次外出 马路两边的大红灯笼 也让人感到年的氛围 现在进入西安的富人区 许江 堵车了 河马陪送员 这次疫情封城期间 多亏河马 冒着风险 把平价菜送到好多人手中 平时这里人挺多的 邻居过年没人了 但是马路两边停放的车辆却不少 这里也已开始挂灯笼 营造年的气氛 西山擀面皮 好久没吃了 擀面皮据说是从唐代的冷桃面演变而来 唐时的西齐名人 蒂传峰 将西山八目沟的王室做的擀面皮 尽献给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品尝后 赞不绝口 刺名玉京粉 随王室一定入宫 今天要了一份平时喜欢吃的瓜瓜 就是由做面皮时锅边粘的面团制作而成 面团需要用瓜板刮下来 估计原名为瓜瓜 后来改为其卸音瓜瓜 这次解封户的商场里 打折优惠力度特别大 也可能和新年促销有关系 最低两折 三件 折上折 等于平时买一件的钱 现在可以买三件 又汇入了王室的堵车 这个时间段下高速进入西安的车辆 真不少 结束解封后的第二次外出